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宣布取消今年的圣诞节主日聚会 不是有些教会 是大量的教会 大量的教会 对 特别是在英文的教会里面 有非常多的教会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来自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消息 Stone Bridge Christian Church 在Nebraska东边 最出名的就是每年会举大盛大的烟火活动 同时会包括15辆卡车 就是路边的餐车 以及众多的移动式的火炉来烤棉花糖 今年他们的教会会在 Omaha的四个地区的四个地点 举办四个Jingle Jam家庭派对 在这个12月 以及9个崇拜的圣诞夜 有完整的传统合唱团 圣诞主题咖啡 以及大厅的拍照区 但是他们会取消的是星期天的主日 那很多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很多很多取消的原因 那很多人说这个圣诞节的主日 取消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说像这个圣诞节还有新年啊 这种是家庭团聚的日子嘛 这个圣诞节很多大家一起举家 除去旅游的日子等等等等 大家比较习惯 这个是家庭的节日 家庭相聚的节日啊 所以这个他们取消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啊 欢聚的节日 那每年到了这个圣诞节时候呢 很多人就跑去旅游了 那其实呢 真正留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人数 不会特别多 大概是有平时的一半 或者是三分之一都有可能 那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那反正人也不多 对吧 那正好又碰上了同一天 那要不我们干脆就取消算了 大家都回家去过节吧 那这样是第一个说法 那第二个原因呢 圣诞节就是不开门 没有主日的这些教会 他们说说 我们可不是法利赛人 虽然我们这一天呢 我们不去会 但是神是看心 就我们心还在 而且我们也安排了 说有很多他们自己会有自己 比如说小组啊 两个人三个人凑在一起 这种小组的敬拜 所以我们虽然没有 礼拜天要去教会 但是呢 他们也可以这样自行的 去有一些这种敬拜的活动 或者是聚在一起之类的 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说 牧师凭啥那么惨呢 牧师也是人呢 牧师又有家人呢 你这个教堂的服侍 跟国定节假日碰上了 那当然是国定节假日为先了 对吧 就是大家都要休息 我为啥服侍神 我就那么苦 我就那么累 为啥我在这一天 我就是不能休息 所以他就是觉得说 那这一天碰上了 那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 或者是等等等等 那神也不会希望我这么辛苦 所以我这一天 那我也休息吧 所以这个综上所述呢 基本上有这种三种的因素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 就是一来说说 你认为这刚才 基本上来讲的这三个原因 能不能成为 就是取消主日聚会的理由 你觉得呢 那他第一个讲的理由 就是说人很少 就大家都不在了 那我们还开门干嘛 要不就要放 就一起都放了得了 那你觉得呢 我个人认为 因为人少 所以说就不办了 这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我们可以说就是 因为没人看AI news 所以说我们就不做了 其实我们在做事情 是为了要做给神的 我们要是用我们的生命 来敬拜神 然后把我们最好献给神 所以说因为没有人在教会 所以说你就不开教会 所以说你就不主日崇拜 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 而且非常危险的一个想法 等于就是说 我敬拜耶稣是给人看的 不是给神看的 我敬拜神是给教会看的 不是说我真的想要敬拜耶稣 是你要真心的去敬拜神 你要自己真心的去 在神的面前 然后摆上你自己 而不是说我要做给其他的人看 所以说如果没人看的话 我们就不做了 就是一个integrity 一个正直的一个观点吧 所以就是你聚会这种事 你不是因为人多我们就聚 然后人少我们就取消 很多教会 其实都是从小组开始的嘛 就是一些人聚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人愿意带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只是三五个人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慢慢 才发展的比较多一些 就像你刚才讲的说 我们事工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是完全没人看 对吧 那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没人看 然后我们就完全忽略神的呼召 就你别叫了 你先等会儿 没人看呢 做什么呀 我们不可能这样跟神说 是吧 所以就说你聚会 根本就不应该取决于 有多少人参与 你哪怕就是两个人参与 你该干嘛 还是要干嘛吧 我觉得这是很多教会 像说很多现在的牧师 他们的盲点 很多牧师把神职人员这个东西 当成是一个工作 我要去面试 我要跟这个教会 然后有教会来聘请我 还是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其实当初使徒去建教会的时候 他们不是被请的 他们就是过去建立教会 然后跟这些人 平常的这些人 然后就说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陀拉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去追随耶稣 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神职人员 很多把这些东西当成是 一个career来去看 然后更可怕的是 这种第二代的牧师 然后我找不到工作 然后呢 我爸是牧师 所以说我接他的教会 这种东西的 所以说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就是人看神的心情 人看教会的这个观点已经改变了 那第二观点 他们说 其实我们不是法利赛人呐 什么意思 就是有像坚持 每个主日都聚会的这样教会 其实是会去谴责这样教会 就说你怎么碰到圣诞节了 你主日就不继续了 就这两个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吧 他们的回应就说 我们不是法利赛人呐 或者这样来问 就说你认为 就是这种行为算是法利赛吗 就说你主日的时候不可以关门呐 你觉得这种行为算是法利赛人的指责吗 当然不是啊 我觉得现在很多基督徒的盲点 就是他们把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都说这是法利赛人 我觉得这不是盲点 这只是借口 对 就是所有我不喜欢的 然后你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提醒我 我就说你法利赛人 对 只要我不想尊重圣经教导的 对 然后我就说你法利赛人 对 这是一个 我觉得基督徒非常需要改正的一个东西 然后 呃 就是说哦 你不支持律法或是怎样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像说呃 星期天要去教会 还是星期五晚上要去 圣诞节之类的东西 要不要守安息日 这个东西 你就啊 你法利赛人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这基督徒最爱做的事 就是自己彼此攻击 然后只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好 而且你知道 我就很多人学完圣经之后 别的没有见到 反而学会拿圣经骂人了 对 就是不管什么 你看法利赛人这个词 学完了之后就特别好用 不管谁不合我的心意 我就说你法利赛人 对 神的仆人 你法利赛人 你什么什么东西 你法利赛人 你要追随律法 你法利赛人 只要是我看起来不说我不想要遵守的旧约的法律 或是新约的法律 我们都说你是法利赛人 我上次在那个要什么 那个就是堕胎的啊 同婚的那个东西 底上也要说我们当基督徒 不要当法利赛人 我们不要把律法看得跟什么什么什么一样 我们要追求的是自由 神给自由 所以说我们要empower女人 所以说女人可以堕胎 呀这totally就是左派基督徒的论述吧 对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 就是他有法利赛人 就是一个基督徒不遵守律法的一个理由的概念 的一个借口 然后好像听起来比较好听 所以这样也就造成了很多人 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自己 就是他没有办法承认说 我就懒啊 嗯 他没有办法承认 他没有办法承认说 呃圣诞节跟主日 我选过圣诞节 yeah 他没有办法这样面对真实的自己 他只能就是说 别人指责我的 你全是法利赛人 他没有办法说 我就是想轻松一天 我就是这一天 我就是不想去教会 我就是不想服侍人 我就是想懒一天 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这种事情 对 就自己懒 还要帮自己找理由 对啊 这就是那个好像一个反击的一个东西 那还有第三点的理由就是说 这国定节假日嘛 那牧师不是人呢 牧师也有家庭时间嘛 牧师也要休息嘛 对不对 啊 所以就是这一天是不是可以合理的 合法的 我就是不开教会 我就是在家里待一天 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跟孩子在一起 这样玩一天 你觉得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认识的牧师 算是有一定的数量 然后他们都说 星期一是他们最闲的时候 因为休息日好像是 牧师的休息日就是礼拜一 对对对 就是你看牧师的这个服饰的一个概念 你等于就是说 安息日对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也要有一天的时间是安息日 然后他们就选择放在礼拜一 因为星期天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对 然后牧师也需要家庭时间 这当然的绝对的 牧师的确是需要休息的时间 但是一定要那一天嘛 每一个主日你都应该工作 这是你的职责 我可以了解说为什么 有这么多教会不想 因为圣诞节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节日 你又要排练什么东西啊 然后又有什么戏剧啊 然后歌唱啊 然后什么什么 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圣诞节的主日在讲什么重要的讯息 其实基本上我没听过有任何重要的讯息 都是讲说 圣诞节的时候怎样 就是你听过大概几千几百次的那一种东西 你可以就是做一个平常的主日就好了 你不用搞一个什么盛大的活动之类的 或者是我觉得最起码教会应该保证在那天开门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你不能在我们这个时代 你把教会变得还没有7-11可靠 你知道你随时饿了 你随时渴了 你可以去到7-11里买到东西 但是you never know 是不是有的人需要帮助 或者有的人真的想要需要福音 或者就在那一天 他就突然想知道说 圣诞跟耶稣到底有什么关系 就是耶稣降临诞生 就是这件事跟整个人类有什么关系 you never know 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疑问 你如果要是保证那些开门 你哪怕就接待了一个人 你不知道他的生命会得到什么样的造就 就是教会到底是不是最后的避风 如果教会跟世界上所有的企业一样 就我是老板 我饭店老板 我们经常有时候就滑上去看一个饭店 一个小面馆 哗嚓每天就贴上一张纸 因为我们家在中国有事 所以需要回去一个月 10月1号再开门 敬请关注 贴上一张纸 这就等于老板请了个假就走了 现在的教会 好像已经不像7-11一样可靠了 他可靠的程度 好像就是像这种夫妻两个的小面馆 就指不定哪天人家家里有事 说我们家今天就不开门了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在世界人的心里 就是说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要去找谁 然后我受伤的时候 我要去找谁 我如果想要了解耶稣 我要去找谁 就是你会发现说 世界人会觉得说 圣诞节这天 就是跟耶稣有关系 对不对 世界的人都会这样觉得 那我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去找教会 结果教会都关门 原因是因为牧师回家休息了 而且很多人一年 大概就是去杠杆节 复活节 圣诞节这几个 好像四大节日 结果他那一节 不开 对很多就是基督徒也好 不是说每一个主日 都在教会的 他就是在这种大的节日 他才会要去教会 然后去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去吃东西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抓紧这样的时间 就比如说在这些人 一年才露这么三四次面的时候 抓住他们 弟兄你好吗 要不要下礼拜也来教会啊 对吧 我们是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去跟他们沟通交流 然后知道他们的需要 可以把他们叫到教会里面来 其实在这一天的公用 或者是我们能做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却选择在这一天休息 那或许我们可以休息的时间有很多 但是为什么单单就是要在这一天 所以那谈到这呢 很多人又要感觉到特别反感 因为我发现非常多的基督徒 对于圣诞节这个节日 是非常非常反感 反感的程度跟 就是疫苗 差不多 就是一提到这个东西就要炸 的这种事情 那网上呢 也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说法 可以明确的考证 就是到底哪种说法是对的 但是总而言之 就是大多数的说法 都是在这一天讲说 就初中啊 设立12月25号这一天 其实并不是庆祝耶稣的诞生 这一天呢 其实是异教的 是太阳神的一个节日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这一天 庆祝耶稣降生的原因 就是他这一天原本设置了初中 其实跟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 跟耶稣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是跟拜友像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的东西 就是非常非常反感 就说那这一天 我们也不要去讲圣诞节这个东西 更是不能够去庆祝 那我对于这个的看法来讲 就是说你 在这一天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不要庆祝圣诞节 你的态度 还有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你如果在这一天 一个基督徒 庆祝圣诞节 你是为了庆祝圣诞老人 对 你是拿礼物 对 或者你是为了说 我可以去商场购物 因为今天打折扣 或者你是为了吃喝玩乐 我觉得这些是不应该的 对吧 但是你说我在圣诞节这一天 我是否可以庆祝耶稣的降生 或许你说 再换一种方式问 就是说在一年365天里 我是不是可以挑选任何一天 或者是每一天 我都庆祝耶稣的降生 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说12月25号 曾经被设置为是 异教的节日 你永远都不知道 这世界上365天 在过去历史的场合中 每一天都有可能是 任何一个异教的节日 我觉得是 你想要传达的信息 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文章 会说什么 你如果基督徒 庆祝圣诞节的话 你就会被丢到地狱里面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烧什么的 我觉得你这样子攻击别人 反而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圣诞节为什么会被天主教 变成一个节日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很多人在庆祝这个节日 然后别人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天主教就说 OK那这个节日 我们就来传福音 我们用这个节日 然后让大家都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来传这个福音 那可能中间有很多问题 就是圣诞老人会出来 会有礼物 然后会有圣诞树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这些东西都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福音要传出去 然后你要让别人了解圣经 我们基督徒很多 一天到晚在讨论什么 这个仪式是重要的 这个仪式是不重要的 这个节日是重要 这个节日是不重要的 但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没有跟随律法 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没有跟随圣经 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连圣经里面的内容 是什么都不知道 很多基督徒信主信了二十几年 然后说摩西在里面 那个旷野里面走了几年 他不知道这样的东西 那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用这个节日 来去感动更多的人 让他们知道说 有这个耶稣为了我们而死 这是一个非常好传故事的一个方法 而不是说我们要指控那些人 在去做这样的事情 指控那些教会 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 所以就是这个日子 我们可以很妥善的利用 对不对 想跟大家讲 说这天不是耶稣的生日 所以这些传说 你知道吗 圣诞节其实并不是耶稣的生日啊 那或许很多人 就像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以为圣诞节就是 圣诞老人 礼物 然后圣诞树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从来没想过圣诞两个字的含义 是什么意思 就一直到我信主了之后 我都信主了之后 到了圣诞节 我才想说 圣诞 就是这个圣是谁 然后诞就是诞生嘛 那就是有一位圣人诞生了嘛 那也有说耶诞节啊 你就讲很明显的吧 就是耶稣诞生了 那是台湾人的讲法啊 台湾人会叫耶诞节 但是大陆就是叫圣诞节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你说如果要是没信主的我 知道了说圣诞节原来是跟 是基督徒庆祝说耶稣诞生 我会感兴趣的 我会说为什么 然后耶稣到底是谁 就是耶稣是神还是人 他为什么会诞生 然后他的诞生 为什么要大家一起来庆祝 就这个事到底有什么意义 然后耶稣是真人 还是历史虚构的人物 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的一个穿福音的一个方式 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 有一个这个情况非常奇怪 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 就是到了圣诞节 还有复活节的时候 这两个节日是非常多人 开始攻击的节日 是基督徒自己攻击的 要不然就说圣诞节 是什么太阳神的这个生日 要不然说复活节 他们说复活节是什么 Eastar 太阳神他妈的生日 让这家人给占了 Eastar就是Nimrod 宁露的老婆 然后他生的儿子 Tammuz 就是太阳神 然后太阳神是Nimrod 宁露的转生 每次到了圣诞节 还有复活节的时候 然后大家讨论的 都会是这些方面的东西 但是你没有从世界的角度看来 世界的角度看 就是说圣诞节谁诞生 复活节谁复活 就是为什么叫复活节 这些东西都是传呼音的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你当然可以讲说 我不赞同 他们那个原来的那个意思 但是你可以借着这个 结果去传呼音 不是吗 而且更奇怪的是 基督徒反而对万圣节 没有那么多的反感 基督徒对于圣诞节 跟复活节 反感程度比万圣节要大得多 对 然后基督徒 还有很多教会 打开停车场 让小孩打扮出来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活动 对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个圣诞节 还有复活节 就是那个魔鬼 撒旦的鬼计 他就是借着这些节日装扮 让人去拜撒旦 那万圣节呢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撒旦从来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他很直接的 万圣节就是好 让你们所有人都拜成鬼 让你们所有人都去 结上去庆祝 而且太多的基督徒在庆祝万圣节了 太多基督徒了 挨家挨户去敲门药 他们都在庆祝万圣节 但是我却很少有听到教会讲说不要去过万圣节 但是这是一个如此明显在崇拜魔鬼的节日 非常非常好的教会在传递这样的信息 但是在那个教会里边说 我们不要那个庆祝圣诞节 我们不要庆祝复活节 所以呢 圣诞节12月25号这一天 虽然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 但是 耶稣的出生和受死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每一天纪念思想干的事 并不应该到了12月25号这一天才想起来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12月25号这一天 他的确提醒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神为了我们出生 为了我们受死这件事 你在这整个一年里有多少基督徒能够想起来 神为了我们诞生来到这个世界上 很少很少 虽然你否定这个节日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初衷还有动机 但是你不能否定的是这个节日 他就是提醒了基督徒 爱我们的主出生了 对吧 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节日恰恰就是可以借机川夫人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说 那个撒旦借着这个圣诞节在攻击 你要很清楚的是撒旦到底在攻击什么东西 你要非常明白的是 撒旦不希望任何人 把圣诞节跟耶稣联系在一起 这个是台欧做的事情 就我八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 来上学 放圣诞节假期的时候 所有在学校里的人都跟你说 说Happy Holiday 他们不允许说Merry Christmas 为什么 因为Christmas这个词里面有Christ 就是基督 你听到基督这个词 你就会说耶稣跟圣诞节有关 他们不希望耶稣出现在世界里面 他们不希望有人认为说耶稣跟你的生活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想要把这个名字完全的从你生活当中抹去 所以他们说Happy Holiday 就是节日快乐 但他们不说圣诞节快乐 总之我觉得要不要庆祝圣诞节 的确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就算要不要庆祝万圣节 也是一个个人选择 要不要庆祝港元节 就是个人的选择 你家你要庆祝 还是你要怎么样 是你家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时机去传福音 但是教会该不该开 教会该不该把门打开 我们在今天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一起来敬拜神 我觉得教会是有必要的 而且你身为神职人员 你说我好累哦 我不想要去什么什么 圣经里是怎么说的 以赛亚说他很累的时候 神是怎么样跟他说的 以利亚在那边说 我好累有人在追杀 神是怎么跟他说的 神说吃点喝点起来吧 对 圣经上所有东西都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身为神职人员的话 你就是要继续的坐下去 你不管你再累 你再痛苦 你都是要 你就算家人都不见了 你还是要坚持的继续走下去 就算家人都背叛你了 你还是要坚持的走下去 那我们的频道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管是我们家人怎样 我被我妈损过 我被所有的我的朋友损过 我以前的左派朋友全部弃我而去 因为说我开始做什么保守派的一个新闻频道 每个人都说我神经病 性教中毒太深 然后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坐下去 不能说因为太少人看AI news了 我们今天这个view没有达到1万人 不要做算了 对不对 那什么YouTuber 一个女的穿个吊肩带 然后弹个钢琴 三分钟 一百万人看 我们没有 我也没有穿吊肩带路件 Yeah 反正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把该做的事情做下去 那主日应不应该开教会 应该开教会 圣诞节该不会开教会 应该开教会 那这个时候你神之人员 你有一个星期一你可以去休息 那你就这一天的话 你其实你是非常应该把教会打开的 COVID那个时间 全民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政府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病毒在侵略我们 我们完蛋了 就要全部听他们的 得到就得死了 对 这个时候人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 人最失落的时候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教会 教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怕 我们有神的大能在这个地方 神会医治我们 神会保护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 不是属于政府的 不是属于病毒的 然后没有这样的声音 当时所有的教会全部关门 意间都没有开 洛杉矶这个地方 啪啪啪啪啪 全部能关就关 OK教会每一个 甚至疫情走了之后 一堆华人教会 就是不开门了 然后呢 疫情结束了之后 打开了之后 在祷告会上 牧师在那边 哎呀 神啊 请你来原谅这些信徒啊 他们都不跟随你啊 我们教会打开了之后 他们不回来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回来 你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 他们最 人最需要教会的时候 你不开门 人最需要神的时候 你拒绝给他们任何教导 人最慌张的时候 你说 我也慌张啊 对不对 我教会神的话 我们听政府的就好了 政府多好 对不对 Gavin Newsom 新上任的又长得又帅 我们听他就好了 你给信徒 你给基督徒 这个样子的讯息 那些没有读经的基督徒 他们就是会离你而去 他们就是之后再也不来了 真正会回来的 也不会去找你 因为你放弃了他们 所以说圣诞节应不应该开教会 圣诞节绝对应该开教会 教会就是不应该关门的一个地方 教会到底能不能做得过7-11 就是7-11是 那个7天24小时都开 我们只要求一个礼拜开一天 能不能做到 一年只有五十几个礼拜 不到六十个 能不能做到 你要做的事情是要带给人希望 你要带给人一个方向 在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把教会打开 你就是要传达神的话 你如果说 因为星期天 然后又是圣诞节 两个撞在一起 那我们就不要开教会了 这样的想法 你会传达给这个世界 还有你的教友什么东西 或许你的教友很单纯 就是 很好 我就放假就好了 教会是一个可去可不去的地方 对 节日跟教会比节日更大 对 那如果说你的教友是这个样子想的话 就表示你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牧师 就表示你没有做好你该教导的这个东西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家有什么想法 你听到这件事有没有感觉很惊讶 怎么圣诞节跟主日碰到一起了 然后教会居然要关门 或者是你对圣诞节这一天 可不可以利用这一天来传福音 可不可以利用这一天来告诉大家说 你要来信耶稣 信耶稣能够得永生 就是你要不要去传递这样的信息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的 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